提前鄉親的黑白報案要發錢 來說南島 南島小鳳俱 報名叫做一個女婦人報案 說中遼鄉清水 有兩人好情 打中心 打中心 結果小鳳俱調派兩台 救護車關到尾告報案 在一點後 找兩點多少錢 這樣找不到 這裡發覺有可能是黑白報案 現在已經開始進行調查 那今天是調工惡種検 最高可以發一萬五千塊 救護車在三個半月 塞到南島中遼的山頂 因為有人報案說 在中遼的清水村 有兩人好情打中中心 但最新冠在山路 上面找兩點多錢 比較好報案的人都不接電話 根本就找不到中心的人 同時報案的電話 很清楚說出中心人叫什麼多錢 要發生的地點 待會在哪裡 由小鳳俱不敢打他 趕緊派出兩台救護車 出動救人 確實做五天 小鳳俱發覺這可能是黑白報案的 在107年 在精神異常跟酒醉的 有480件 另外有290件是兒童洗腦 打爆119的無效派遣 一年有七百幾件 黑白報案 走南島關小鳳俱進步來 也感到農會救護主管 到底有沒有人 因爲競爬到中心 小鳳俱進行在調查 如果是黑白報案的 將依照小鳳發第36條 對報案的人 發相愛官一萬五千塊 還是可樂 對報案的人 後來 一次